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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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医 这皇上吃了那么多药 怎么还不见好啊 皇上虽说这回是救急复发 但比上次更严重了 微臣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皇上圣躬如何呀 回皇贵妃娘娘 皇上劳累过身 伤痛容亲王轰事时落下的病根 又发作了 既然是救病复发 那严重吗 皇上这回的病情是又急又凶 气血之冲百惠 险之又险 微臣要回太医院 召集所有太医一同会阵 竟然如此严重 是 皇上一直昏远不行 还需静养 玉虎姑姑 皇上这个样子 你先去禀报太后 等太后的义子再定夺 切莫声张旁人 是 那微臣也告退了 那微臣也告退了 将太医 您一直为皇上医治 这回皇上的病 看卖案是极为凶险 一切都得仰仗您的珍珠 要不是这回病经来势汹汹 在下也不会劳烦各位同僚啊 我看重症用猛药 令子很多事还得多准备一手 免得到时候圣躬不遇 我们太医院吃醉不起呀 说得也是 包太医 在 你也来看看吧 咱们一同珍珠着用药 你也来看看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皇贵妃娘娘 您都事后一夜了 不如先回去歇息吧 皇上若醒了 奴婢立刻回禀您 一行 泡太医 桑太医 贵妃娘娘 皇上到底如何了 微臣看皇上的麦庵 怕是不好了 当真 微臣不敢欺瞒娘娘 皇上是旧病复发 病症又在脑中 太医们都束手无策了 退下吧 是 主啊 若皇上的病 真如包太医所说这么严重 可皇上正当圣年 主啊 您忘了 当年先帝也正是 皇上这个年纪突犯急症 驾崩倒 已然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预备起来 莫等真有什么事发生 咱们束手无策呀 先帝驾崩的时候 为着到底没有废除锦荣公娘娘 那尊丰母后皇太后之称 闹得多厉害呀 要不是锦荣公娘娘膝下无子 如今的太后 又怎能稳坐慈宁宫的宝座 可是易坤公娘娘不一样 她可是有孩子的 而且她的孩子 比咱们十五阿哥还要年长 您不得不准备呀 好 本宫知道了 请皇贵妃安 太后在里面陪着皇上 您先等一等 奴才罕有差事 先告退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但我愿意 曾经人生 秉政如此凶险 务必密而不宣 免得前朝引起波动 有太后在能乱什么 用齐空试之后 这楚威一直就虚弦着 正大光明和养心殿 寝殿的密合里 也不知道写着哪位皇子的名字 如果有新帝警卫 怕是会有变故 能有什么变故 无论立笛 立掌 十二阿哥 都在您的慈宁宫里 只要密合里写的 不是永延的名字 或者什么名字都没有 那就好办 请太后安 好好伺候着进去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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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皇贵妃娘娘安 今夜是婉嫔娘娘事迹 您怎么来了 婉嫔她累了 让她回去休息 本宫自会释放皇上 喳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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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